一个国外的餐厅 然后餐厅的桌上 要摆一张小卡片 就写了这个餐厅的 Wi-Fi的名字 密码是多少 然后全部人到了一个餐厅 第一件事不是拿菜单 是先问密码 然后就要上网 然后吃顿饭也很古怪 因为吃顿饭 我可能比较老派 我觉得我年纪 就比方舟大吧 这在这 那我们出去吃饭见人 我们会觉得在人家面前 我手机绝对摆一边 就是先尊重眼前的人 跟他们聊 可是我现在发现 就身边全部人 都在低头继续玩手机 那这个情况就跟小孩 你刚刚说的孩子 要玩iPad是一模一样 这些比较的很严重 因为大人在控制孩子 大人不控制自己 这里面我不能够去当父母 说大家全给我收起来 总不能这样子 对 如果讲这个现象 现在这个现象 就是我们这样看得到 过去的时候 代理训团的人都有经验 因为过去我们上网不容易 到了国外 你流量很贵 所以那个导游怎么办呢 他自己拿一个 那个就是 那种WiFi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 你离他近 你就能上网 离他远就不行 所以带团特简单 然后就 大家都跟着你 然后到了酒店 你什么事先不做 先第一时间问 酒店里的WiFi 秘密码是多少 要不然这帮人整天 你别的事干不了 所以这种情形 但这个时候仍然是和控制有关 就是我们讲的控制 因为如果我跟你脸对脸的交流 如果我情商低怎么办呢 我脸这个讨好性人格发展的都不好怎么办呢 然后这 而且或者我总讨好你 我累不累啊 所以最后就变成我们这样脸对脸的交流 就是很好时 就是我们觉得失控 就是要不然我感觉我挤压你 要不然我感觉你挤压我 反正总之都不舒服 我拿个手机 就上网 这个时候你看 都在我控制之内 我想看那个网页 看那个网页 我想干嘛干嘛 所以这个控制有关 吴老师我一直有 我还有个问题 因为你比如说玩iPad 他有可能是小孩对于家庭的模仿 比如说家里人 连他们自己大人都在玩iPad 小孩就觉得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人们在谈原生家庭的时候 其实好多人现在年轻人说的是 父母对自己的压迫 然后童年阴影打慢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看谈的比较少 就是自己对父母那一代的模仿 就我原来看了一个 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是说这个家庭出生好一点的小孩 和家庭出生这个差点的小孩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他们的父母 在跟权威沟通的时候 态度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中产阶级的孩子 然后他们小孩犯了错 然后这个提足球把这个 和家长 和老师沟通 对然后这个小孩把这个玻璃砸了 然后校长叫家长来 中产阶级的可能他们家庭条件好一点 他会跟老师据理力争 会说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怎么样 但是就是环境差一点的家长 他可能要么就是求情 要么就是把小孩打一顿 要么就怎么样 所以他跟权威的沟通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就是小孩 都是从父母那个地方 学会如何跟权威沟通 你看我小时候对我 对我家长跟权威沟通的这个记忆 就是小时候我爸 我小时候我爸跟人打台球 经常就赖钱 然后就跟人打架 被人打垃圾桶里面 然后学小气的 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 大家好的男朋友 就是这也是这个原生家庭 但是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学会如何 跟比我们强的人沟通 跟上司沟通 跟这个权威沟通 其实是从父母那个地方习得的 然后就不同的家庭 他对这种东西的沟通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时候我们就说 你看这个时候 就是家庭的这个图景 孩子就直接把它内化 是吧 就是 当然我们有非常复杂的逻辑 但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你的原生家庭的图景 就会被孩子内化到内心深处 你不仅内化了父母 他们自己的模式 你特别严重的是 内化了一个什么呢 内化了一个家长 如何和你相处 其实就是相当于 你爸的关系 你都内化到内心深处 我们老讲人格 老讲性格 我们谈到人格 性格的时候觉得 就是这个人怎么样 特别喜欢 还喜欢用基因来讲 但经济分析呢 他其实有时候 他对基因不是那么的 那个重视 就是 经济分析的说法是 所谓的人格 所谓的性格 其实就是你把童年的 关重要的关系模式 内化到内心深处 有个词叫内模仿 对对 是这个模仿呢 我们还说我们是有意识的 但是刚才讲的 你连意识都没有 你可能就是这个图景 被你记住了 他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了 所以你看前一阵 不是放那个电视剧 就是叫什么 都挺好 都挺好 我觉得好多人这个聊啊 就聊到这个了 他这个过去的戏剧上 一般都是说 父母亲都是爱孩子的 他这一下展示出来 一个恶像 我就觉得 我接触的几乎 所有跟家庭闹矛盾的 年轻人啊 就是有一个解解不开 其实到底谁有理呢 比如说作为这个父母来说 我是为你好啊 我是为你 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父母还有不爱孩子的吗 但是为什么孩子觉得 那么样的拧巴 甚至达到那么样的仇恨 甚至要离家出走 这个 我就觉得 比如说我现在就 头脑都比较混乱 就是说 比如说我听到一种理论 就是说这个父母啊 你别把他们想得跟圣人似的 或者说 他是在孩子身上找满足 有很多种理论 或者说自己没实现的梦 要让孩子身上完成 或者是 自己在生活里头 饱受欺压 是个怂人 然后在孩子面前耍威风 当权威 可是我觉得 爱不是本能的吗 爱当然不是本能 爱当然不是本能 我来讲一个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学心理学 就是做咨询什么的 我们确实不断的在讲 爱是做咨询的本质 不要咨询关系的本质 这个部分我也越来越认同 但是逐渐的说实话 我越来越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我越来越看到有个东西 就是权力 在这个人际关系中 对 其实我觉得权力是中国家庭的一个 绕不过去的东西 比方你刚才讲的那句话 男的父母不都是爱孩子的吗 我这时候我自夸一下 我觉得我干了一件事 其实我就把这个话给破坏了 我在2007年 就是先在天涯论坛上写了一个帖 发了一个帖子 叫谎言中的No.1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接着后来出了一本书 为何嫁回商人 然后其实在那个之前 基本上你看在中国 如果父母虐待孩子 记者都会说他的教育不当 如果父母怎么怎么样 我们都说这个父母是本意是爱孩子的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发泄自己 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所以我很多来访者 他们就是作为孩子的时候 他们是很有感知 比方我有一个来访者 他的父母都有各自的企业 各自企业都 他们都可以算是一万富翁多年之情 就是但这个孩子 他说在中国 你想体验做皇帝的感觉 特别简单 生个孩子就可以了 你看生孩子的时候 你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想剥削就剥削 想怎么对待的 然后道德舆论和文化 包括父母 包括孩子也可以说 父母怎么做都是为了爱你 这不胡扯吗 你很多时候 你就是在干了一个错误的糟糕的事情 所以这会连带着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不老是没有逻辑吗 我们的逻辑问题很严重 为什么逻辑问题严重 我们首先要分 我是我 你是你 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如果在父母跟孩子之间 发生了个具体的冲突 我们必须要分谁对谁错 到底谁干的好 谁干的不好 我们要分得很清晰 但是一旦 你看过去的中国父母跟孩子之间 存在着这么一种部分 父母怎么做都是对的 那就意味着孩子怎么都是错的 我们本来说 孩子最初是弱小的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 我们需要那么多的抚慰 让父母告诉孩子 你没问题 你挺好的 但是结果反过来 你不仅孩子没有得到抚慰 父母反而把自己身上的一堆垃圾 往自己孩子身上去倾倒 说其实不仅你的问题 是你糟糕的 连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离婚 或者我们闹离婚 我们过不好都是因为你 你看这孩子在干什么 你看我那天在网上看见一个女孩子 就是她离婚了 她就说她的这个老公 她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都挺好 俩人条件都不错 她说但是这个一结了婚 她就发现不对劲了 就是说这个每个星期都得去回她妈妈那一趟 然后就是说我们俩吵架 因为一些琐事吵架 她不是在这跟我讲是非 她要回去跟妈妈谈谈心 看看妈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后来她就问 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 最后她的明白就是说 这个男她这个老公 实际上原来有个女朋友 她比较喜欢 但是不符合她妈妈的条件 反倒是她的学历啊职业啊什么的 符合她妈妈的条件 她就按照她妈妈的意思 跟她结了婚 所以她最后明白了 她说你并不真正的爱我 但是听了你妈妈的跟我结了婚 你像咱们这种从小离家的人 我能了解 但我不大能理解 我说一男孩子 你们现在同龄有很多这样 也没有 我觉得我也是属于那种 精神上很早就断奶了 你知道吗 我都在家搞收入龙虎网 对 所以就没有这种 但是我非常害怕这样的 就是万事是以父母为 但这个情况 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 有的孩子 这种男孩子你也不要以为 他就真的凡事依顺母亲的意思 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情况 也有可能是个逆反 就是说 你满意了吧 对 今天你要我挑这个 每个礼拜闹爆的 我每个礼拜回来跟你说 你瞧怎么样 你怎么看 有这种可能性 反正是你选的 除了问题 你负责 其实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式 消极的抵抗 还是推卸 对 弱者的武器 像刚才这种现象 就是非常普遍 但是我们可以碰到这种人 就是无论真要的男孩 还是他的老婆和女朋友 一定要认识到 他是两面的 他越孝顺他妈 他就越恨他 恨表现在哪呢 就比方恨老婆 他会转移方向 对 反正他要恨个女人 就是他不能对妈表达恨 他就要就是表达这个 就是这种现象极其普遍 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 事情一定是两面同时并存 当你在这个孝顺的这一面 在听话的这一面 比方达到九分 你对父母的这个 你看刚才讲的就是妈妈是吧 就是在中国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母亲和儿子的共生 母亲和女儿的共生非常普遍 什么叫做共生 他俩是一个人 像是明明是你要结婚 你要找女朋友 我们讲在一个 这个独立自主的意识下 这是你的人生选择 但是就变成妈帮他做了选择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 他一方面听着他妈的 另外一方面肯定像道长刚才讲的 他一定想就是叛逆 想对着干 真的 我周围朋友有这样的 那真是苦不堪言 说咱能不能吃饭 你妈不跟着 我的天哪 那真是 其实就跟像相亲脚里面 都是父母 然后替小孩相亲 很多就依顺了 但他依顺的态度也是好 我按照你的意思 以后不要拿这件事情反 我就跟你说 陶小星人哥是累了 其实一样就累了 就我不想再争执了 其实他说我累了 他不说我恨 你恨的话是向外 但是我说我累了 因为我恨我自己 我不能攻击父母 我别人攻击我自己 所以我经常累了 掩饰 你看这么来的 那怎么去颠倒这种权力关系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就我经济独立了 然后我自己也搬出去住了 然后为什么这个父母 对我的精神上控制还在 就这种权力关系怎么 对 我补充你 现在这个权力关系 还有了经济基础一个原因了 我现在真的都发现 我都没法想象的 就是说钱的这个因素 潜在的跟亲情有关系 你比方说现在你这个年轻 有的年轻人说话也嘴软呢 你还啃老呢 对吧 你的一个人的工资你不够啊 就哪 我刚才说的这个小伙子 就是这样的故事 他就是说他为什么娶了这个 我忘了补充一个细节 他家有遗产 他要不听他妈的娶了这个 他妈妈心中的这个媳妇啊 他妈妈威胁他 你就拿不到我们家的财产 邓老师 我在给你讲这别的故事 你就知道就是 父母有钱的时候 可以拿钱控制孩子 父母没钱的时候 也一样可以控制孩子 用什么 就比方说在福建就是我有个朋友 就她的就是她的婆婆怎么办呢 孩子们都有各自的工厂 妈掌握所有的钱 你看这一样啊 你以为你挣钱 你就可以那个 你就可以问 这是母系社会吗 福建重男轻女 我们讲重男轻女的世界 是存在这样的部分 一般妻妇很惨 但是一旦当了妈 妈就可以控制孩子 所以他家三个孩子 都很有出息 都各自有自己的公司 工厂 一般都是工厂 他们那个地方 结果妈掌握着大权 所以你看妈管着钱 谁掌握钱袋子 谁就可以有话语权 但有时候甚至可以这样子 他不需要掌握钱的 很可能几个孩子都出人头地了 那可能这个妈 从来也没什么钱 纯粹是孩子白手起家 也有这种的 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 反过来是这个妈呢 会跟孩子们说 你们有今天 全靠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 给你的是道德欠债感 就永远给你这种道德欠债感 甚至会 甚至有的妈我见过 那我更可笑 就要开始跟孩子编故事 就是虚构一些 不曾经存在 发生过的她的苦难事 然后这个孩子到了70岁上 哎呦 我妈当年曾经有过 这么悲哀的往事啊怎么样 所以各种情况都会 她总之这个关系呢 基本上是个债务关系 这个跟我们学校教育 有没有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小学的时候 叫那个作文 总是要写我的妈妈 然后在我发烧 每个人都编过 或者是写过 我发烧的时候 妈妈在一个下雪天 然后骑自行车背 香港不下雪 谁没写过 我每个人都写这种故事 会不会她潜在地加深了 说我道德上面的欠债感 你看这个很有趣 就是因为通常 这就是孩子自发写的 随着老师布置了任务 说你要写个关于妈妈的故事 但是我们都在写 妈妈多么伟大 妈妈多么苦 是吧 叫苦情文化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见 这是一种集体意识 集体无意识 或者 然后我今天围绕这个 我们再做一点 就是我们说法就是像那个精神 温戏里头有个有个术语 叫自由联想 就相当于就是 比方这个来访者 跟你谈了50分钟 他从手到尾 谈的这句话 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你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本来今天 我谈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 我们逐渐谈着谈着 他到了妈身上 就是 我确实会觉得我们 就是虽然重男轻女 但是中国的文化 都是在找妈 你看小课都找妈妈 妈妈再爱我一次 然后影视剧里都讲的 都是妈 你刚才讲的这句话 那是因为爸爸老不在 爸爸不在了 萨卢式的教育 爸爸缺位 是不是中国社会有点这个 对 但这时候我要再讲一个故事 就是讲这个故事 比方我估计你们 我估计道长说不定会知道 但我估计窦老师和方忠 你们两个可能都不知道 邪尔宫天 岳飞的父亲是谁 叫什么名字 你们说岳飞的父亲 是个什么样的人 传说中都是这样的 传说中是岳飞一出生 然后唐银县就发了大水 妈妈把他放在一个水缸里 他们逃生到了一个地方 当地的那个园外 就是找了个四叔先生 然后那个几个园外的孩子 不好好读书 结果外面露了个小脑袋 他就是想要打他 或者把他拉进来 一发现他 他总比那几个孩子还厉害 你看讲的岳飞这样的故事 实际上你知道怎么回事 道长知道吗 不知道 岳飞的父亲叫岳和 他就是个财主 而且非常的就是 确实当地发生过大水 但是岳飞的父亲很仁义 他不仅是地主 他又很仁义 他真的是仗义书才 就是救大家 然后岳飞的父亲 一直应该活到岳飞22岁 然后为岳飞请了 各种各样的四叔先生 来教自己儿子文化知识 又请了周同过来教儿子武艺 岳飞19岁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辽国 送过个辽国大战 岳飞上了战场 是父亲让他去打仗的 然后等他22岁的时候 他父亲才去世 那时候岳飞已经在战场闯下名头 这是岳飞的父亲 但是你看 所以我会说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就把这个父亲给谋杀了 我们就说岳母 在他背上赐下了 京东报国几个字 然后这成了个图腾 其实就是 岳飞成为这样子 是父亲培养了他 这冤枉这么多年 我过去一直以为 岳飞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抛弃了孤儿寡母 自己出去划下了 我在再讲一个故事 包拯的父亲 包拯的父母是什么人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我们的传说都是 包拯是他嫂子 把他带大的 但是包拯一样是地主家庭 他的父亲也是很有作为的 所以你看 确实很多家庭文化里头 父亲缺位 或者父亲不够好 但是你看有好父亲的 又把他给谋杀了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我们确实是个 就是寻母文化 我们就是看就是美化更刚的母亲 所以这是构成一个巨大的矛盾 严重的中男轻女 又严重的美化母亲 中男轻女其实让谁特别痛苦呢 让女儿很痛苦 让媳妇很痛苦 但是一旦你成了妈 你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父亲的冤仇神了 父亲的没的没的 战事的责任 这种父亲的冤仇神了 但当然这个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是父权的这个形象也很突出 而且有时候你想想看这个我们再说大点了 就是我们母亲这个异象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我们通常形容国家跟人民的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是母性的 很少是 我们很少会想到 比如说我们会想母亲和祖国 我们讲祖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不太容易想象那个祖国是个爸爸 我们就容易投射 其实这时候应该还很有意思 我们就继续讲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讲开一点 就是 那到当你看你对美国 我想欧美文化 我现在你也很了解 他们怎么形容祖国呢 很多时候会比如说像fatherland 就腹地 对呀对呀 所以你看到就是 你说如果你看好莱坞电影 多数都在讲父亲 中国的电影多数都是讲母亲 对西方文化就是讲父亲 还有侍父 对呀 蜘蛛侠蝙蝙蝠侠 各种各样的英雄片 各种讲的都是父亲 所以就是照经济分析的理论 孩子和母亲在一起 三岁之后才进入到父亲的世界 而且进入到 这是弗洛伊德著名的概念 叫厄里布斯境界 其实儿子要是父 其实一切权力的斗争 源头都来自于 儿子和父亲的这么一种权力斗争 但是你看就是那个欧美文化 它很多故事就讲到 儿子和父亲的这个争斗 通常是儿子把父亲杀了 当然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就比方蝙蝠侠的那个故事 就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是 其实那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就是但是而且就是那个诺兰编的 其实诺兰专门熟过精神分析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做过被治疗 被分析 但是他是学过很深的部分 他那个里面是这样刻画这一点 诺兰就在他们家族 在他们家族土地上 就在他们大院里发现了一只长毛的矛头 然后接着他在这个 觉得先是那个他的 他的那个轻微猪骂的小女孩 找到了那个矛头 然后接着诺兰拿过来 要占为己有 这个小女孩就追他 然后他就逃跑 他就跑 两人追打 结果他掉到井里 警觉着潜意识 他拿到这个矛头 就说白了他想是父 结果当他掉到这个井里 是父亲 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父亲救他 然后当天晚上 他们又去看戏剧 其实又是出现了蝙蝠 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结果就出现了事情 等他们从他乡离开 他从军院里出来 遇到了一个那个 就是盗匪 就把他父母杀了 你看变成是盗匪杀了他父母 然后蝙蝠下多次出现幻觉 就他比方是一中毒 或者怎么样 他出现幻觉 但是这个幻觉里头 永远没有出现过 那个盗匪的脸 所以说是 这个其实片子 是讲的是 他的弑父亲节 所以你看这时候 就很不一样了 我们这样一看 就是这个 这样一看 你看西方的电影 他经常是讲的 儿子是父的部分 但中国都在讲的是 我们都在寻找母亲 所以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为什么西方 就是很鼓励创新 就是他的心理根据 这种观点就认为 就是说 你看西方古代神话 就是是父 是父就是反权威 推翻权威 然后你能创造新的 但是相比之下 东方文化 你包括日本的韩国 都差不多 就是强调服从 对吧 就是尤其你看 从家庭内部 就开始了 有些我就发现 有一点 父母什么时候认怂呢 就是这个里边 我觉得 其实对这个社会 影响更不好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 他想学表演 对吧 父母不同意 好 可是有一天 他演了部戏 他火了 或者上了个什么 综艺节目 这个胡同里 街坊邻居 他说你孩子干嘛 这个时候 会有一个爸爸 或者妈妈过来 就说 我们老了 我们可能有些观点 也不一定对 你以后的路 你自己走 其实这个本质上 是一个什么呢 成功逻辑 对吧 就是等于 父母呢 原来一定让你服从 但是你也 他有的时候 他也可以 父母也可以 有令说 但是这令说 你追踪 他底下 你得成名成家 你得成龙成凤 你成功了 我们可以退下 你没成功 我们就永远有理由 贬低你 然后母亲呢 总是一种 孩子永远对他 负债累累的形象出现 要报答母爱 所以我们讲到苦情 我会说 把这个称为苦情文化 对 是吧 就是 这会演出很多东西 要不要弱者有理 谁弱者有理 然后女人如果想在 这个婚姻关系中 获得一点控制地位 她就通过自己 被摧残的 这么一种感觉 让大家同情她 然后在孩子面前获得 就是换一群 没错 所以我们喜欢斗苦的 你特别是我们看到以前的 我们上一代 那种老文艺青年 就比如说他们经历过 艰辛探索时期 然后最喜欢的就讲 当年 想当年 我那时候怎么样 怎么样 他们会比 就是说谁更惨 谁更苦 越苦的那个人 通常就意味着 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或者写的东西 就越深刻 其实通常不是 但是通常大家会觉得 他应该是 但是这种苦情文化 跟刚刚窦老师说的那种 崇尚成功者 但是相互矛盾的吗 因为你其实是 因为他一方面 你看到就好像对弱者 给予格外的同心和关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又对成功格外的 崇拜 苦情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偏局 我听到的大部分 就都是这个 或者是威逼了 或者就是苦情 反正你不能按照你的意志走 反正你得听我的 你就要不天天给你闹 我觉得真的好烦 我觉得今天很多年轻人 他要谈个恋爱 这个腻外的 要开始像贼 得躲着 最后终有一天被发现 一发现 从此就进入一个永无宁日 就是 我觉得好同情 你说这有解脱 在现有的情况下 怎么解脱 怎么办 我给很多人吃过招 我这招还挺有用的 第一个 你看你刚才讲的特别复杂的 你看就是讲了各种各样的语言 父母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苦情啊 什么父母 或者就是比你懂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规则一点上 就是父母叫孩子听话 那所以孩子不要给父母 做这么复杂的解释 当父母给你做各种各样的解释 你说 你说那么复杂干嘛 你无非就要一点 让我听你的 而父母说 是啊 我就要让你听我的 凭什么呢 就因为你是我父母 就要听你的 这个理由有力吗 这个感觉会吵起来 就这样的 你不吵不行啊 你就就我们说的更难听一点 这就是 关系的明确 宗族国和殖民地啊 你殖民地 你想获得独立 孩子是殖民地 对啊 对啊 你宗族国不满了 你我觉得这种 反正这种关系明确吗 对 就奋计在哪里吗 就你这个是 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就大家奋计要搞清楚吗 要不然永远纠缠 你永远没法跟父母 但是我们 我们是这样讲 如果你在恋爱上 直接这样来 这就是殖民地搞留学起义 嗯 这很严重 那就怎么办呢 在吃喝拉撒睡上掀起义 因为这种事 你比方说关于关于吃饭 你看中国的妈一般都 因为吃饭特别控制是吧 让你这么吃 你比方像吃一碗 他非给你撑两碗 或者你想吃这个 他非得让你吃别的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 你先不要在这个恋爱婚姻 就工作这种事情上 就是闹独立 这太严重了 直接变成留学起义了 嗯 你就先从小事开始 就比方就吃饭这件事情上 你说妈就要给你撑两碗 或者她要给你去撑 你就要自己去撑 就是她 你说我就要吃这么多 如果妈给你撑了 你把那个多的把它弄下来 或者她就算给你撑了 你才过去再自己撑 这时候妈也会闹 这总比你从连岸开始闹 闹得要轻 然后这事你可以干上一个月 然后这个事呢 闹得因为冲突没那么大 父母 他没有意识到你在干嘛 都会觉得吃饭这个事 毕竟是小事 你也大了 你好好按照你的来吧 如果你在这一件事上 获得了独立 通常就意味着 你获得了一个 很大的独立空间